男生如果想娶 那就大胆地说 我要娶你 不同意 你过不下去 你就离开 女生如果觉得这个情感 你hold不住 就放手吧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管你呢 也是为了你好 我就是看你平时 有时上班挺辛苦的 晚上回来 我都会切点姜片啊 给你泡泡酒 然后你这个腰间盘不太好 我也从网上搜啊 各种护腰的腰带 天冷了 就赶快给你买 这些暖宝宝什么的 可能我平时说话的语气 包括对待你的态度 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 我以后会多多注意的 其实我还是 心里特别的特别的 特别的愿意和你在一起 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有时我希望你吧 以后注意点 别像之前在管的这么多 那我也自己独立一下 谢谢两位啊 我们一起来打开爱的记忆箱 请开箱 您这干嘛弄一盒饺子呀 我们俩最初相识的第一年的除夕 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 只有他一个人黑漆漆的一间屋子 坐在那里特别的凄凉 我给他送了吃饺子 当时我就自己心里想了 我以后要对他好一辈子 那是什么呀 那是女儿给他的信 方便我们看吗 可以 要不您念念吧 行 妈妈 有一些话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其实我真的不喜欢你 咄咄逼人的样子 好像在你眼里 我和爸爸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每天听你说 没完没了的唠叨和数落 真的好累 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 但是从我记事开始 他就一直在我身边 没有让我感觉到失缺了父爱 我觉得爸爸对我很好 真的不想 你总说他 也别再让他不要管我了 我希望你们俩能不再吵架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生活 爱你的露露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所以女儿这封信 解释了一些真相 妈妈说的是 你没有资格管孩子 其实在女儿的心目当中 谁有资格 谁没资格 高低立险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孝红 有请 以后我就要我自己独立点 你就稍微